冬季南鄉排行榜 噴了保證那你比佩佑金還帥 大家好 我是香水人生的小波 天氣也越來越冷 衣櫃都已經換季了 但是你的香水換季了嗎 其實齁 在夏天的時候 我們都會說要噴的香水比較清香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天氣炎熱 如果身上的味道很多很重的話 其實很噁心 但是到了冬天 我們衣服越穿越多 又外套又大衣的 而且氣候寒冷 在這個時候 如果你的香水適用的是清香的 反而聞不太出來 所以在冬天我都會說 噴的香水味道要多一些些 要芳香一些些 甚至選一些比較濃郁的香水 你都不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很多男性的朋友 都在我們YouTube頻道這邊有留言敲碗詢問 有冬天的女香有沒有冬天的男香 有 所以今天會為大家整理出一些 我們自己也很喜歡 那也可以推薦給你們在冬天使用的男性香水 那首先第一支呢 我會先選給年輕人來使用的男香 就是 寶格麗的城市森林 它這一支的前吊是 柑橘原衰 中位是四伯木 還有海地香跟草 後位是龍賢香 安息香 還有雪松木 那這一支以木質調的香精來說 它的木香是很安定的 因為它除了木香以外 它有加了一些些的草本的香氣在裡面 它不像是 你扛著木頭出門那種濃郁的木香 比較像是你走進的森林裡面 然後有那種芬多金 然後它那種木香的香氣是比較散的 它整體而言是很舒服的一種木質調 所以以冬天來說 味道要重一些些 然後要比較芬芳一些些 但是又要是年輕人可以 叫又不可以開過頭的 那城市森林這一支 我覺得就會是年輕人的首選 第二款呢 推薦的就是給比較成熟的男人 來使用的香水了 它是吹牛老爹的 不可一世男性淡香水 它是一支非常典型的 東方香型性感香的那種類型的香味 那它的前調是橘子黑胡椒還有水薄荷 然後中味呢 是肉豆蔻紫羅蘭白紫根還有小豆蔻 後味是香草色香琥珀木根香豆樹 那這一支它整體而言 它的味道偏腫 而且比較成熟 所以在冬天來說 我覺得非常適合 但是這一支如果在夏天 你會覺得太過於多了 可能會覺得有點噁心 因為它的味道是比較沉的 那如果是成熟的男生來用這一支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在於它的前調是水薄荷 它從薄荷拉出它整體的那種性感 那一種情慾的那種香型 在冬天這麼寒冷的天氣裡面 它會是一個很加分的味道 這種味道會比較推薦 適合給成熟的男生 最後呢再推薦給大家一款 各種年齡層都可以使用的 冬季香菲 而且是男香 這一支就是 愛馬仕的大地男性淡香嘴 那它的前調是葡萄柚跟橙子 中味是天竺葵 玫瑰還有廣貨香 後味是西洋山 安息香 香根草跟胡椒 它這一支的木質調 不會刺筆 也不會覺得很澀 整體來講 它有愛馬仕非常經典 以及獨特的葡萄柚的香氣 去輔佐它那個西洋山 大概只有70%那種木質香型 它從前中後 表現出來的木質調 是非常有層次的 我覺得不管是年輕的也好 或者是老一輩的也好 再使用到大地這一支 對於木質調的這個元素 會有全新的感受 尤其是在冬天 大地的味道 它的池香時間會非常的久 到了中後味 它那種淡淡的 若有事物的木香 一直持續在你的身體上面的時候 真的是非常的有質感 低調 內斂 而且又不失壯壯 這一支就是 全年齡的男生可以來用的 愛馬仕的大地 記得喔 是淡香水這一支喔 以上呢 就是小波今天幫大家整理出來的 冬季男性香水的系列 也是我很喜歡的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我們頻道 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我們也有粉絲專業 記得去按讚追蹤喔 我們每個星期五的晚上八點 都會開直播 那我是小波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